以BQ红人榜年度传统文化红人李玉刚 他是带领我们认识大师的导师 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非常高兴得这个奖 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心里沉念念的 知道自己做的还不够 当一有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 或者知言片语的时候 我想象的都是我做的不够 但是呢,这个奖杯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无疑就是鼓励我 以一个当代人的这样的一个眼光 去诠释中国的传统艺术 所以呢,我会继续努力 也感谢主办方 也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 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你们的掺服 谢谢 刚才石剑老师说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出现了很多伟大师 我是讲真大师的 去年我在百家讲坛讲了齐白石大师 今年我又讲了徐悲鸿大师 其实我想讲这些美术大师 我有两个意图 一个呢,就是我想让大家重视传统文化 关注传统文化 另外,我就是想 向青年朋友们说 在当今我们这样一个 非常挤压的社会里面 要有理想 要沿着自己的理想 而拼搏而努力 当我讲到 白石老人 57岁 自己只身一人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从湖南农村到北京来打拼的时候 当我讲到 青年徐悲鸿 为了自己的理想 四复上海 然后险些跳进黄埔江自杀的时候 我想对青年朋友们说 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奈向云窗花豆窗盈 暗夜灵箭之一剑影 我参透斑白了发病 故事里寻心不平烟鸣 如意清平风景冷清 北风行孤岛已孤停 今生风华妖然空景 红尘爱恨无根抚平 风华剧名无归日 祝梦鸣 祝梦鸣 不生百姓 谁拨鸣 贪心成伤名 我为谁 别别自尽 当天明 憧悴如通晶 不ta end 故事里导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